这个 我们不吵架好不好 很好 我从来也没想过跟你吵架 我也是 我嫁给你 在你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 义无反顾地嫁给你 我只想好好地过日子 这话说的 好像有点感人 但是雷小桃同事 你别忘了 我能够愿意娶你 在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义无反顾地娶了你 这证明了你的证明 你别这么看着我 我一再地宠你 让你 我作为一个男人 你作为一个女人 是不是应该有个度 度什么 度你踏上罪恶的深渊吗 你是说 你做了罪恶的事 导致了我走进了深渊 我不想跟你吵 反正 我妈对你的印象是不好的 你 你坐下坐下 我们先谈 你妈对我印象不好 这个事咱暂且放一放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什么叫我做了罪恶的事情 你自外去哪儿了 跟谁在一起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为什么不让我去接你 我让你去还的钱 你还了吗 我没还钱 你就跟别的男人鬼混 也许我用死不到 但是 我作为你的丈夫 三天两头 为你彻夜不归家 担惊受怕 如果你没有拿你那些 小心眼来看我 这些子虚乌有的事情 根本就不存在 我就不明白 你为什么非要跟他在一起 你是结了婚的人 你是一个有丈夫的人 这个世界除了男人就是女人 难道你要我跟了你 从此见了跟男人说话 你少强词多理 你是跟正常工作的男人在一起吗 她是你朋友吗 她是你同事吗 她是你同事吗 你还不是看人家有钱 天天黏着人家 你 媳妇儿媳妇儿 媳妇儿 就这么一个人 本来不是 但是你最近的行为 让我适可忍孰不可忍 说死的你就是不信任 是不是 本来是信任的 但是最近的你 实在是让我 你亲眼看见我跟别人怎么样了 还用看哪 非要抓到你才算 我忍你一次又一次 昨天晚上我实在忍不住了 你居然名正言顺的跟别的男人去吃饭 杨康 你刚才说什么 妈 你进来干嘛 我们夫妻的事 夫妻的事是吧 你是不是我儿子 雷小桃 你既然现在是我们杨家的儿媳妇儿 就该说我们杨家的规矩是吧 妈 没你事 我问问看啊 这个当媳妇的 就应该有个当媳妇的样 当儿媳妇的就更应该有个当儿媳妇的样吧 你说说你三更半夜的跑去哪了 妈 这些事我来说就好了 你说呀 你看看你把你媳妇管成什么样了 结婚才几天呀 几天不回家了 我倒想问问你啊 你去哪了 干什么去了 您说呢 您说我干什么去了 我怎么知道 行了 妈 你别捣乱了 咱们出去吧 你赶紧出去吧 打住 打住 怎么是我捣乱呢 你媳妇儿刚嫁进我们家没几天 弄得我们全家鸡飞狗跳的 捣乱的是她 杨康 换衣服 离婚去 媳妇儿 你别别别 你别别别 咱们有话好好说嘛 我这当不分不能说你了 妈 我求你了 你赶紧出去吧 我求你了 你能离婚来吓唬我吗 你可把我逼疯了吗 你可让她出去吧 是的 我真没吓唬你们 你们是一家人 我是个外人 我作风不正 我不配待在你们家 杨康 你傻站着干嘛 离婚去啊 你不要用那个态度来对我们 我告诉你啊 我还不吃哪个套呢 你坐下 你坐下 怎么好 我对你也不满意 我告诉你啊 我儿子不怕你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你什么态度啊 妈 走走走 那我给你车上去 没事 慢慢听我说 我慢慢跟你说 不是 说什么说 ya 都是你惯的 好 我